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提纳的最新指控 据称 这名29岁的俄罗斯女性在美生活时 通过与美国公民发生性关系来获取政治组织的工作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 这些检察官声称 不提纳为了得到相关特殊利益组织的工作 主动同一位美国公民发生性关系 不仅如此 布提纳还和另一位56岁的美国男子住在一起 检察官在文件中写道 他与该男子的同居不代表和美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这可能只是他用来方便自己其他活动的手段 检察官还向法官提议在审判之前应该将布提纳监禁起来 布提纳是一位俄罗斯公民 他很可能会离开美国逃脱我们的起诉 据报道 布提纳于15日被捕 并关押候审 此前 美国政府称 布提纳在俄罗斯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指导下 试图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组织建立联系 联邦调查局特工凯文·赫尔森16日还发布声明认为 布提纳的任务就是与美国政界有影响力的人建立私人关系 通过影响他们的观点来帮助俄罗斯获取利益 布提纳的律师认为 司法部指控 他在美国充当俄罗斯政府代理人也过其时 属于滥用外国情报活动相关法律 他表示 布提纳与美国各政府组织的合作 已经持续了数月 他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 谋求一份商业性的职业而已 据悉 布提纳前不久刚从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 他在俄罗斯时就支持拥枪活动 18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莫斯科对美国扣留 俄罗斯女公民表示担忧 扎哈罗瓦说 莫斯科将采取一切措施 保护布提纳的合法权益 他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 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回应此事时称 这个事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美国的情报机构不仅在美国 甚至在全球多个国家追捕俄罗斯公民 他还说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 将采取一切措施 尽快解决布提纳非居留的问题 事件将继续发酵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 在18日下午的联邦法院听证会上 一名联邦治安法官在听完检察官的这些提议后 已同意在审判之前 监禁俄罗斯女公民布提纳 编译海外网网西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